大家好,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在给这个兰花摘种好之后 如果要想让兰花能够更快的发根撞根 我们可以给它浇上一次这个阿斯匹林 像这个阿斯匹林把它对水稀释之后 拿来给你的这个兰花浇灌一次 就可以起来个有效的触根撞根的效果 但是呢,很多花以外使用阿斯匹林的这个浓度和次数这些把握不好 可能次数用的多了,浓度过高了 对蜘蛛的生长都是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更简单,更有效的办法 然后又可以让蜘蛛更快的生根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给它用上一种天然的阿斯匹林 这个天然的阿斯匹林呢,其实就是柳树枝浸出液 那么柳树枝它里面呢,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乙仙水羊酸 这个乙仙水羊酸呢,它就是这个阿斯匹林里面主要含有一个成分 那么它这个乙仙水羊酸呢,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触跟撞跟的效果 而且这种柳树枝溶液的话,因为不是经过这个提纯处里的 所以我们可以长期使用,不用担心这个用量过多或是次数过多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制作这个柳树枝溶液呢 首先很简单,我们选择这个柳树枝枝条 一定要是非常嫩的这种枝条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我们把这柳树枝条啊,把它使用一些锤子啊,或者什么呢 一些硬物啊,把它砸破皮 砸破皮之后呢,把它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或者是你先剪再砸都可以 然后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砸破皮才行 砸破皮的话,它里面的这个乙仙水羊酸才能够更快的 更好地被稀释出来分解出来 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你泡很久 它这个血液酸的这个含量都会非常的少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在这个塑料瓶里面 加上清水呢,来浸泡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可以在每次浇水的时候 在这个水里面呢,放上一点这个柳树枝浸出液 那么它这个稀释的倍数的大概就是1比20的比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每次浇水的时候给它灌根一次 这样的话呢,你的植树就能够很快的生根 浮盆,而且呢,这个根系呢,长得非常的壮 当然呢,大家在使用这个柳树枝进出液的同时呢 可以给它在叶面上喷湿一点燕菌原路 可以有效提升植树的抗性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而且这个燕菌原路也可以起带一个很好的触根的效果 那么这样子,双款齐下 你的这个兰花就能够很快的冒根 所以呢,在兰花栽种好之后呢 给它在浇水的时候 喂上一杯这个柳树枝进出液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起到快速发根撞根出根的效果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